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令法令观世警司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就是说我们进入联邦意义快速通道系统 借助这个系统去移民加拿大什么时候入职最好 那这个问题呢也经常会有朋友向我提问 到底什么时候入职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两个方面带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方面是从咱们个人的提分上面来说的 如果你入了池在池中等待就有机会呢被省提名所邀请 那获得省提名邀请啊就可以直接为你加上600份 这几乎就可以保证你将会获得下一人的异议邀请 加拿大呀是有10个省和3个地区 其中就有一个人口2万的鲁纳无特省没有省提名项目 其他各个省都有 那加拿大各个省呢都会定息的邀请快速通道的候选人 申请他们的省提名项目 那这样做呢是为了招聘满足本省劳动力市场就有需求的技术工人 尤其今年呢在意义邀请的PMP的次数是明显增多很多 而且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那么除了获得省提名的机会 务实之后你也可以获得一个账户 拥有这个账户呢可以帮助申请人找到合适在加拿大的就业机会 从而增加申请人获得在加拿大工作就业的机会 符合条件的工作机会啊可以让申请人获得额外的50或者是200分 在当下意义的筛选分的竞争可谓是白热化 分分必争 不要说是50或者200分了 加上这些分数可以总体提高你更加具有竞争力的总体打分 如果要获得邀请呢申请人将可以获得预先的工作安排 更快速的融入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 最重要的是申请人可能通过这个理想雇主为他办理这个LMRA叫做Namiya工签 从而直接来到加拿大工作或者加拿大本地的工作经验 更容易拿到移民的身份 那咱们再从大环境上面来讲呢 加拿大这两年邀请的移民啊也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其中主要原因是为了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所做准备 根据加拿大移民局2021到2023年的移民计划 加拿大每年需要接纳超过40万名的新移民 这个数字啊可谓是史无前例 那这些新移民中呢将有60%是通过技术类的移民通道来到加拿大的 Express Entry是加拿大处理技术类移民申请的主要方式 由于疫情呢 疫系统自去年以来变得非常不预测 比如说在咱们今年的2021年的2月13日啊 Express Entry邀请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例证 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加拿大移民局向CEC 就是加拿大经营的移民的候选人一共发出了27,332份邀请 这个数字可谓是史无前例啊 因为通常来说5000就是一个上限了 而先选的分数更是惊为天人 大家猜他有多少分 只有区区75分 基本上你如此就达到这一个被邀请的可能性可能了 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低分 甚至有人当时这份邀请发出来的时候 人们可能以为是移民局出了大乌龙系统出了半 那么在疫情之前呢 联邦技术移民也就是FSW候选人呢 每年占Express Entry移民的近一半 不过在整个2021年呢 加拿大移民局并没有邀请联邦技术的移民 FFW仅仅向CEC和PNP的申请人发出了邀请 那这样的理由呢 是这些申请人绝大部分目前都在加拿大境内 因为疫情造成的入境困难 所以不会影响到这些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的申请人 那么今年2月13号的被大家称为大赦的 也就是CEC的这种大筛选呢 许多意向通过继续的移民申请 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人呢 认为等待恢复邀请在入市 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了 大家可以说入市了就有机会 因此呢 意义系统经常变化 邀请的分数和申请的规则 以及审提名项目也有很多 只从意义中的入市者中 签选潜在的申请人 如果你不在这个Express Entry的人才库中 那么获得邀请居民邀请的机会呢 就变为零了 相反早入市就有机会收到可能的邀请 也有可能成为非常规的邀请的受益者 那其中这种非常规的 包括来自联邦意义项目自己的 也包括各类的审提名项目 比如就在这个2月13号的这种情况下 那在迟中就可以获得邀请 简而言之啊 在满足联邦意义入市要求的情况下 今天入市就是最好的时机 早入市就可以早获得审提名 以及潜在的加拿大就业的机会 也能在邀请的时候呢 通过这种加拿大有一个叫 这个意义筛选池里面 有个叫tie breaking rule 就是分手相等的情况下 竞争过和你同分手的这种人 因为他一般都是以入市的时间为准的 那么现在进入Express Entry池啊 观望太过也是大家也可以理解 但是这样来做呢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一种好处 请记得啊 加拿大是重视有技术和才能的人 并且希望这样的候选人 能够移民到加拿大 不久后啊 移民局将重新向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 也就是FSW的候选人敞开申请的大门 那么现在开始 Express Entry入市 也将会为你实现移民加拿大的目标 又往前再推进一步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分析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 法律法律官司警司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